这一章不算十八号更新 是感谢新状原公子辅输的章节 沈门草堂府邸上下尽是鸡飞狗跳 夜色越深 大红灯笼越挂越多 许多关系好的闲散青客 都开始巨头窃窃私语 没来得及凑近那场厮杀的草庐人士 都听得一惊一乍 围剿那名上山寻衅的年轻见识 裴本死了三十四人不说 连炉主沈志都被一剑透心凉 因为有剑气翻滚如山崩潮涌在先 踏足二品静多年的沈志 一朝不慎死于非命 并未惹来太多台面上的揣测 收拾完残局 紫衣沈开河就去后山寇开一扇柴门 跟一名须发皆白地说了山顶楷矿 老人一言不发 最后死死盯住这个孙子的眼睛 沈开河正金微作 纹丝不动 尤其是笔直腰杆 老人在常乐风好像是退位以后 已养天年的太上皇 总算开口说话 语气平淡无奇 早些葬了你爹 省得留下话柄 沈开河扑通一声跪下 痛哭流涕 孙儿不孝 此时不被这个孙子观察神色 老人这才慢慢渗出疲态 好似一张摆放多年的宣纸 滴入浓郁墨汁 终归是要持些才吃墨 不再提起这一茬 问道 那名敦皇城来的女子如何了 沈开河哽咽道 不知是否趁乱下山 还是打算趁火打劫 老人沉声道 你见次疏离那位橘子舟持节令 不能露出马脚 徒惹厌恶 但我代替你爹为你划出一条底线 你若还敢过戒 执意要拿沈氏一族性命 当筹码去赌前程 既然我膝下已经有了几位增孙儿 沈氏死了 中离邯郸死了 也不介意再少你一个 如果扶不起来 为何扶你 始终低头的沈开河应声道 孙儿知晓轻重了 老卢主闭目凝神 沈开河等了片刻 这才起身弯腰告退 注定天亮时分就要满山搞速了 山风萧锁 老人睁开眼睛望向门口 贵客既然路过 不妨进门一叙 风于油雾的锦衣女子 奄然一笑 推门而入 静止坐下 脸色凝重的老人打亮了一眼 问道 姑娘可是在与那目盲琴师 薛宋冠一起登榜的锦涉 女子拿手指摸过红如鲜血的嘴唇 笑了笑 才排在末尾 不值一提 老人摇头道 因为榜眼有两人 总计登榜十一人 榜首和那个叫贾佳佳的小姑娘 都只是名气大些 有名不负实的嫌疑 在老夫看来 仅就杀人守法而言 薛宋冠擅长指悬杀金刚 该排第一 锦涉姑娘 不说位列前三甲 最不计也该有前五 年轻美艳女子 扬装捧胸 捂着心口而笑 神水虎 橘子周都说 你眼高于顶 怎么溜须拍马的嘴皮子功夫 比你伸手还要一流 当真是深藏不露呀 被刻薄挖苦的老人一笑置之 换了个一话题 感慨道 家丑外扬 让锦涉姑娘见笑了 女子一挑眉头 问道 家丑 有我丑 老人哈哈笑道 锦涉姑娘真是喜欢说笑 老夫活了八十几年 还真没见过几位 如姑娘这般动人的女子 他一本正经问道 我杀了个不长眼的草堂青客 叫杜青楼 是慕容宝鼎那边的碟子 你会不会兴师问罪 神水虎想了想 摇头道 老夫哪里有资格跟姑娘兴师问罪 不说敦皇城那位二王 小小草堂 就是姑娘 也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倒是持节令那边肯定要追究 草堂能否挑明了说是 敦皇城这边痛下杀手 锦涉姑娘 你也知道草堂不是敦皇城 经不起慕容池节令的刁难 女子扯了扯嘴角 可以 神水虎拱手说道 以后就多仰仗敦皇城了 她点了点头 姑玲玲来到六夷山 姑玲玲离开 在青竹娘九四找了一壶酒 背起书香 黑山白底赴春秋 边走边喝 徐凤年觉得自己忠于她娘的 有一点瑕士风范了 上山杀人所为何 徐凤年行走在被马蹄踩得 坑坑洼洼的泥路上 想了想 有青竹娘那句这么高 在徐凤年看来 自己主动跳入江湖闯荡 甭管是狗袍还是杨勇 都只能是各凭本事自求多福 如鱼龙帮和刘依荣 那就得有生死自负的觉悟 别人习武城就境界 就跑去行侠仗义 徐凤年身在北马 自己都朝不保夕 不错这个热闹 既然决心在江湖上求名求利 要是被大浪拍死 怨不得别人 可倾竹娘她横死的幼女 如何都不该死 找一百个类似 世道不公人命草芥的理由 也站不住脚 再者 听到寿侯儿说起 邓太阿和拓跋菩萨的巅峰一战 说起李淳刚借鉴一事 徐凤年熟悉李淳刚心性 知道羊皮球老头肯定死了 注定走得坦荡荡 徐凤年 这一辈子极少崇拜过谁 师父李一山是一个 再就只有这位羊皮球老头了 对于一起走过六千里的圈门崖老黄 谈不上崇拜 只是想起来他拿梳子梳头就想笑 想到他笑起来牙齿漏风更想笑 只有想起黄酒 才不想笑 徐凤年记起那座城里柳树下的算命 又仰头灌了一口酒 以往对于像是算命的挂词称语 不太相信 可是娘亲走了 大姐走了 老黄走了 现在连李淳刚也走了 叫他如何不信 死在北莽会不会更好一些 徐凤年喝了一口酒 心想 难怪北莽有那么多人想做魔头 开心了杀人 郁闷了杀人 杀了人还挣到名声 杀多了就上榜 行走在条条框框坐坐雷池的江湖 最惬意的 不正是不讲规矩吗 做皇帝还有各种掣肘 太安城里那个姓赵的中年男人 当年就真愿意把心爱的隋诸公主下 嫁给自己 就真愿意闭眼儿张巨鹿 执掌国饼 乃至于权倾天下 真愿意放虎归山 将顾剑堂搁在两辽边境 做九五至尊尚且如此 就更别说做北梁王了 徐凤年哪里知道 这边山贼匪寇多如簧 本义只是想要在六夷山脚 喝几碗酒解渴解馋 然后就赶往六百里外的敦皇城 东海五帝城超然黎阳王朝之外 北莽就有敦皇城不服馆 一座规模不小的城池 住了星号星号万人 鱼龙混杂 在人数上还要远远超过五帝城 至于为何敦皇城能够自立门户 而不被北莽王庭拔除 众说纷纭 有说是有二王美玉的城主 其实是北莽女帝的孪生姐妹 有说是她和年轻十几岁的 拓跋菩萨有过一段可歌可泣的姐弟恋情 就这个说法 还信誓旦旦传言 拓跋菩萨之所以能在 扎容簇中脱颖而出 正是在敦皇城得到了一部 武学秘籍 还有说是她年轻时候 风华绝代 被慕容宝顶经为天人 害了丹相思 之后才被橘子州 默许在两州边境上扎根发芽 只要锦西州几支大军胆敢蠢蠢欲动 这位以武登顶的持节令就要 带兵北上护驾 市井百姓 聊起大人物们的发迹密文 总是这般想象力丰富 让听众拍案叫绝 让当局者无可奈何 就像提起北梁世子殿下 朝野上下尽是一些 说她八岁破处九岁 便睡女破百的壮举 要么就是 舞女不欢能够一夜 玉女心好心好人 徐凤年对此从不理会 反而真想自己有这份 床榻征伐的能耐 要知道高门大户里头 有多少门当户队的 郎才女貌 有了个世人艳羡的开头 却因为床榻雨水一世 最终相敬如兵 许多豪华士族女子放不开束缚 名氏之所以风流 热衷侠迹 倒也不能全怪他们贪色 为时事自家稻田生硬啊 在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开垦起来也会觉得苦不堪言 才会有一些恪守礼节的古板男子 偶然开窍以后才恍然大悟 乖乖 原来男女欢好 还能这般有趣 徐凤年记得李汉林就说起一个婚段子 当年他爹侠境内的丰州 有位大族世子 和同位出身轻贵的妻子恩爱多年 一次被朋友升官 拉去喝花酒庆祝 初次尝过了女子十八班床上五亿的滋味 回去以后 挨了骂 硬着头皮如此这般的和自家媳妇 说了其中以你技巧 那女子欲聚还迎试过一番 立即春光满面 后来便偷偷怂恿夫君 多去青楼学些门道 这才真正过上了如胶似漆的神仙日子 徐凤年喝着酒慢悠悠走 想了些下座的事情 心情好转几分 喝了大半壶酒 想起过了这村子 下一殿就没着落了 徐凤年就不舍得再喝 轻轻丢入书香 月色凉如水 四下无人更无鬼 徐凤年大声哼起小女侠 最爱唱的小曲 大王叫我来寻山幽 寻完北山寻南山幽 寻了东山沙路人 寻了西山看日头 幽幽幽 我家大王三头六臂幽 喽啰我抢了小娘扛在背 可怜到嘴肥肉不下咽 何时才能翻身做大王幽 咦兄弟你替大王也来寻山 来来来 哥俩一起抢了小娘入蜜林幽 黑羞黑羞 惊奇鸟无数幽 徐凤年胡乱编撰 自说自唱 哈哈大笑 他日我做了山大王 做了大王不寻山 要叫楼罗抢天下 抢了豆蔻抢二八 抢了二八抢少妇 抢了少妇抢徐娘 一压一压忧 一名尾随追涅其后的女子 捧腹大笑 肆无忌惮笑出声来 徐凤年转身盯着 这个笑弯了腰的女子 摊开双手 眯眼温柔笑道 来 这位不走运的小娘子 乖 入楼罗我的怀里来 未完待续